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我们今天跟着镜头的脚步一起搭奥克兰德公车进市区 奥克兰德公车有单程以及双程的两种 今天我们达到的是双程的巴士 大约25分钟之后呢 我们就到达了奥克兰市中心 刷卡下车 一趟车3.55牛币 这个终点站的名字叫做Britomart Britomart 我一般就简单称作它叫做火车站 比较好懂 它就是火车总站的一个地方 奥克兰市中心现在也很多这种高楼大厦在建造当中 看看这就是Britomart Station 那镜头再扫过来呢 这边是一片的广场 这个地方呢 就简称它叫做站前广场 好了 这里有很多的 所谓的个性小店 然后卖的东西呢 比较时尚一点 然后单侠也稍微高一点点 当然这个地方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啊 这个装潢设计的风格的关系 也有非常多家的所谓的网红餐厅 网红咖啡 所以不难想象这边一到周末假日的时候 人潮会非常非常的多 中间这个圆锥状的东西 你从上面的玻璃顶盖看下去 就可以看到整个火车站的那个月台啊 还有火车停靠的一个情况 现在是纽西兰的冬天 但是只要一不下雨的时候 整个天空就是这样子蓝蓝的 然后太阳出来的时候 就整个就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 奥克兰有点像台北 一到冬天就会一直下雨 所以通常只要雨停了 或是太阳一出来 路上就开始很多人出来逛 然后晒晒那个家里的氏气 其实奥克兰是一个很大的商港 那这里呢通常也是 邮轮会停靠的一个码头 所以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这边的观光客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环绕着码头四周的这些 不管是餐厅也好 或者是酒吧也好 也往往因为这些游客 带来了不断的人潮以及生意 但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所以以前该有的 现在大概也都没有了 就大家都比较辛苦一点了 在前面走不久就到达 我今天中午要去吃饭的一个餐厅 那这个小巷子里面呢 也是有很多的小酒吧小餐厅 然后也有一些个性精品小店家 那现在的时间是差不多 11点4850的样子 所以可能附近办公大楼里面的一些上班族 大概准备要出来吃午餐了 那可以看到没有什么人 因为疫情期间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要稍微忍耐一下 前面这个店 Amano就是我今天中午吃饭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餐厅 这个地方是他们的Bakery 就是卖一些西点蛋糕面包的地方 看一看 然后呢往前走 跨过这个门槛 就到了他们餐厅的主题本身 这个餐厅它是从早上一直营业到晚上 所以早上的时候它就颁布起一般类似像咖啡餐厅这样的一个角色 提供附近的上班族吃早餐的地方 那到了中午的时候它就变成是午餐 整个是比较清工业风格的装修 然后有一些干燥花啦 然后大面积的开放式的厨房 所以不难想象为什么它会成为网红餐厅 这是我今天吃的花枝 还有意大利的手工面 当然吃完饭以后一定要来一杯纽西兰特产Fly White作为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